2月後,在另一個司法管理區同樣發生 我們是不是就不處理呢? 我明白在修訂有關的條例裡面 是涉及很多大家都爭議的地方 所以在台灣殺人案之後 我是很深切地思考過 我是可以不做事 而告訴社會 因為法律不容許我做 所以我沒有事可以做 但是我選擇去處理它 而我相信要處理的 也不應該只是單一處理現在 單一的案件 必須要處理整體的法律缺陷 去確保將來都不會有類似的案件再發生 因為的確 我們只是跟20個國家簽了移交逃犯的安排 而未有簽長期協議的國家 超過百多個國家 而在未有簽訂這些移交逃犯的時候 我是要處理 我是要處理 好像現在要處理的台灣殺人案 去看看有沒有一個方法 以個案形式 在未有長期協議安排之下 在未有長期協議安排之下 我們都處理有關的 司法協助和移交逃犯 我們審視了不同國家的法律 我們也是參照了 例如英國、加拿大等等 普通法國家的法律 所以現在我們作出的建議 也不是我們自己新創出來的 例如我們要求 在啟動 我們拘捕 以及整個移交過程 好讓我們可以將 有關人士交給法庭處理 這個過程呢 我們是建議由行政長官去作出一個證明書 這個正正就是參照了 例如英國他的secretary of state 即是內務大臣 又或者加拿大的外交部長所簽的證明書一樣 我們希望用同一個標準去處理 我們未有和香港簽訂長期移交協議的任何一個司法管轄區 會以個案的形式去處理 類似譬如我們現在所面對的一些嚴重罪行 當然我們要確保人權的保障 所以我們在逃犯條例第503章所作出的修訂建議 已是以最少修訂的原則去做的 是確保到 在現在運行的逃犯條例之下 所有保障個人權利的條文 不但保留 還可以在我們將來和另外一個地方所簽訂的 個案形式移交協議裡 我們是有權額外加了一些要求和保障 這些保障包括我們要他承認或者確保 如果一個案件涉及死刑的 他是第一不會判死刑 或者他不會執行死刑 我們的逃犯條例說得很清楚 所有的保障 例如所要求去移交涉及的罪行 必須如果發生在香港的時候 都是一個罪行 再者不是什麼罪行都可以移交 必須要符合現在逃犯條例 所定名的46種罪行裏面的嚴重罪行 再者在移交之後 只可以根據協議所講及的控罪提出檢控 不能再附加其他檢控 亦都要確保不可以將有關的人士移交去另外一個司法管理區 我們不會容許同一個案件兩次審訊 即是一罪不能兩件 我們亦都不會容許在缺席的情況之下 他被審訊 對於涉及政治、宗教、種族或國籍的案件 我們是不宜家 有關的人士他在法庭可以作出充分的抗辯 包括他有律師代表 他亦都可以針對逃犯條例裏面 每一個保障條文提出抗辯 如果法庭真的頒發了區壓令 他亦都可以去申請人身保護令 亦都可以上訴到中心法院 他的權利亦都包括去司法覆核 政府或者行政長官任何的決定 亦都可以上訴到中心法院 所以我們是很認真地希望有一個長遠的方法 去堵塞到這個漏洞和缺陷 確保我們的將來 不會再重複到 因為我們和另一個司法管轄區 沒有一個長遠安排 而處理不到這個嚴重罪行 我們是會在今年盡快提交這個草案 讓大家可以討論和在立法會審議的 當然我們是希望盡快可以通過 而可以處理我們目前要處理的台灣殺人案 但我必須強調 今次我們提出的修訂 除了處理我們面對的台灣殺人案之外 我是處理整體在這方面的法律缺陷 是有一件事 是以單一個案處理任何一個司法管轄區 未有長期協議 而必須要處理的問題 局長現在特區政府是否覺得 香港和內地的司法體制 水準已經是去到同一個水平 接合到可以將香港的毫反移交去內地 第二個問題我想問 現在內地的部分 社會這麼大返鄉會有擔心 為何不能先做這次的案件 觸發的台灣的毫反移 然後再做內地從長計議 剛才我都說 如果我們只是單一處理這件案件 兩個月後三個月後或者不久的將來 是很可能再發生類似的案件 今次的台灣殺人案就是 現實上這件事是會發生的 那我是否不理會這個法律缺陷 容許將來又發生類似的案件 而我那時又再提交一個 重複這個過程 令到我們真真正正保障不到市民的安全 這是第一點 第二不同人對內地的司法體系 可以有自己的意見 我在立法國也提供了很多資料 就是西方國家也有普通法國 已經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了引渡條例 所以大家所說的憂慮 其他國家其實在它簽訂的時候 必須也會充分照顧它對於自己國民的人權保障 而我們現有在503章《逃犯條例》裏面 所保障的人權完全符合國際方面在這方面的要求 所以我會很認真希望大家明白 我們是以單一標準去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亦都在說我們任何一個司法管轄區 我們未有長期協議之下必須要處理的問題 我們不應該只聚焦於一個司法管轄區 局長 局長 你說外國都有 但其實看回香港有移交和協議的20個國家當中 超過一半是和大陸是沒有任何人類協議的 你提到澳洲 英國 加拿大 澳洲是有簽證被法體驗撤銷了 你擔不擔心簽訂這個case by case的建制 影響這些外國國家對香港的司法體制的信心 你可否保證這次的case by case的機制 是不會成為一個慣例 不是醜想 經常會成為 第一 長期安排會是我們的首要做的 我講的單一個案 這些的確是處理一些特別的個案 第二 我們和內地在移交逃犯這方面的商談 我們是沒有間斷過的 在回歸以來 我們都是繼續的 我們是會去大家相討處理這個問題 但在我們的逃犯條例裏面是講明了 而我們亦都打算去明確些去區分長期安排和個案移交的分別 所以在我們提交的草案 會很明確區分兩種安排的分別 有不同的條文去處理 而且我們的草案建議亦都講得很清楚 當一有長期協議的安排簽訂了之後 不能以單一個案去移交 而現有我們和二十個國家所簽訂的協議是長期安排 所以和他們是不會以單一個案去移交的 再者 這個是國際慣例 亦都是我們在移交逃犯裏面的條文 就是說 我們是不會將有關的人士轉去另外一個司法管轄區 所以我們和任何 剛才你所提及 二個國家的移交逃犯安排是完全不受影響的 Ankara 船持人 如果這條文章 您可以贏出了 公司案例 This big problem has existed in our statute of 5.0-'-' opinions for 21 years. The Taiwan murder case indicates that this is a loophole that we must address. If I only deal with a single case now. This loophole will continue to exist. that will mean we will repeat the same problem the same saga and the same injustice that this the present situation has been presenting and I think it is a real fact that a case of similar nature to the Taiwan murder case is can up can happen again so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address this defect in the law now rather than repeating making the same mistakes can I have your second question the immediate consequence that is all obvious is the suspect in the Taiwan murder case will be free to move around live in Hong Kong his case will just end like that the second thing is as I have reported through LegCo I have in hand at least three murder case in Hong Kong in which Hong Kong residents were murdered two of the cases involved suspects now hiding in a place which is outside Hong Kong and within within PRC and there is another one which involves a suspect who is now hiding in another country I also have a case involving a suspect who has done a kidnapping case in another country and this suspect is a Hong Kong resident suspects of this kind will be living in Hong Kong with us every every day so I must address the risk to safety and the and the law and order problem that if I allow them to continue to either stay in Hong Kong or do nothing so as to ensure that justice is done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know